纸巾是现代生活必需品 平时吃饭擦嘴擦手擦桌子 这都能用上纸巾 在很多零零后眼里 可能纸巾是自古就有的东西 和固定电话一样是生活的背景 但是在我这个80后的视角看来 纸巾是最近十几年突然出现的 我小时候这都是抹布和手绢承担这些功能 我那代人最著名的儿歌就叫丢手绢 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唱不唱 但是再往前追溯 连这个手绢文化也是个很新的东西 是我奶奶这一代人眼里的新手 是革命文化卫生运动的结果 丢手绢这首儿歌 是关赫延先生在1948年创作的 那一年关赫延在延安大学教音乐 才27岁 在这之前的几千年 大多数中国人擦脸都是靠手 靠衣服 讲究人家才用得上手帕 比如说西乡记里边 长亭送别 用手帕传情 潜台词就是刷房都属于上流社会 这是因为过去精细布料价格很贵 而且不耐水洗 普通人衣服都不够用 很难有额外的纺织品用来擦拭 直到上世纪 现在纺织工业大发展 布料快速降价 这才有了大众手绢文化的基础 三十年前的手绢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纸巾呢 诶 这是个好问题 手绢极大改善了居民生活习惯 但是手绢用起来还是很麻烦 用几下就脏了 用完还要随身带着 必须带回家才能洗干净 晾干了再用 相比之下 一次用纸巾就非常方便 一包纸巾可以用很久 每次抽出纸巾都不用担心干不干净 直接就能用 不像手帕还要翻来覆去小心折叠 所以纸巾一出现 就在中国迅速淘汰了手绢 类似的现象在外国也发生过 纸巾最早是1924年 美国金百利公司发明的 主要用途是给好莱坞演员卸妆 在金百利纸巾之前 好莱坞演员卸妆也是用手帕 很容易把妆擦花了 而且用过的手帕还不好洗 一次性纸巾一出现 首先就在演艺圈普及 然后扩散到全社会 那纸巾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为什么这么晚才出现 好 由我来讲讲纸巾背后的技术史 要造纸巾 首先要解决材料问题 80年代以前物资紧缺 国家资源集中的重工业 不重视非必须生活用品的生产 卫生用纸就是典型 我小时候上厕所都没有专门的测纸 能用上废报纸或者草纸 这都得是工业社区才有的福利 很多农村甚至就是到树林里边摘树枝和叶子 甚至是土块来解决问题 80年代以后 报纸之类的废纸积累逐渐多了 工厂开始回收废纸 打成纸巾 用小作坊生产皱纹纸 算是普及了第一代卫生用纸 但是这些皱纹纸做工粗草 也不卫生 勉强能到测纸用 一直到00年前后 很多地方的餐馆用的餐鸡纸 还是这些皱纹纸代替的 90年代以后 国内开始逐渐普及卫生纸 也就是卷纸 但卷纸用的还是回收纸巾 就算消过毒 还是会有微生物残留 而且回收废纸 为了提高卖相 就要对纸巾做脱色处理 要用到千一线荧光增白剂 很多人买卷纸以为 越白就越干净 这是错误的观点 因为增白剂对人体也有害 拿这种纸擦脸 并从口入的不止是微生物 还有增白剂 所以想做出卫生安全的纸巾 必须用原生纤维 比如说原木纸巾 这就要需要有 专门用来造纸的快速生长力 要有一整条产业的上下游配合 有了原材料 还需要提升工艺才能造纸巾 如果直接就用卷纸擦脸 遇到水 那就是满脸纸屑 所以造纸巾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让纸拥有足够的张拉强度 尤其是浴水之后的强度 卷纸沾水就碎 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必须容易被水冲散 否则就会堵死下水道 而纸巾是用来擦脸擦手的 要有韧性 这是一个新的指标 纸巾的强度包括三个因素 纸张厚度 纸巾纤维之间的缠绕节奏 以及纤维分子间的微观作用力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增加微观作用力 这些微观作用力 主要是氢件 化学件和泛德化力 要想增加分子间的氢件 就要用到湿强剂 常见的试强剂有甲醛素脂 PAE素脂 聚乙锡压胺 以及二泉淀粉 这都是精细化工品 过去国内的化工产业落后 生产不了这么多精细化工品 还要靠进口 90年代以后 国内陆续紧进国际先进的化工生产线 这才有了生产纸巾的工艺条件 解决了材料和韧性的问题 纸巾想要全民普及 还需要第三个条件 规模化生产 造纸巾有两个核心指标 车速和幅宽 车速是每分钟能造多长的纸 幅宽是造出来的纸有多宽 过去国内的生产企业规模小 技术底子薄 生产车间效率差 而且卫生条件也不行 这个时候 发达国家已经造了几十年的卷纸和纸巾 产业已经高度成熟 中国人不需要重新发明一遍生产工艺 可以直接引进成熟的生产线 为了彻底解决生活用纸问题 1993年6月8日 中国造纸协会前头 成立了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 挂靠在中国治疆造纸研究院名下 专门协助政府管理国内的生活用纸行业 设定行业规划 协调企业关系 有了政府介入 很多卫生纸企业都拿到了足够的资金来引进技术 陆续从意大利的百利仪 卡马尼 美国PCMC 德国WD这些公司引进了生产线 提高了行业水平 所以从90年代开始 我国迅速普及了卫生纸 到21世纪进一步普及了更高档的纸巾纸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解决了材料 强度和规模化生产 中国终于可以普及纸巾 让全国人民都能用干净的抽纸擦裂 这就是纸巾的由来 说完了纸巾的基础史 回头再看文化 可以发现生活用纸产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现在有了更方便的纸巾 手绢这个原本代表卫生的文化 反而变得不卫生 而现在很多美食博主在节目里面会用到更高级的纸巾 也就是厨房者来处理食物 这都是人民生活品质越来越高级的细节 是几十年来中国工业化的成果 最后 例行感谢马克思 感谢唯有主义 感谢现代化 让我们过上来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体面的生活 我替蛋卷欢迎大家投币点赞转发 我们下一期再见 高刘同学 万物由来到现在已经拍了四集了 作为这场节目的制片导演 策划 编剧 场景 你有什么感想 我的工作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这写的都什么啊 这么羞耻 吃鲜肉怎么演 不能要 安静 大家安静一下 马老师要讲戏了 你看我们这是一个演员中心智的节目 我的工作真的不重要 我绝据os Хот象 吸 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